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你们好 又到我Boris 5 Star Chucks Weekly Market Report的时候 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下S&P 500 因为最近大家看到市场升得太急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们还未在YouTube Subscribe 请大家Subscribe 还有我们叫Facebook 如果你想找到很多我们提供的文章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而Vimeo里面有很多我们的Learning Video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Subscribe 这些视频 在YouTube里面你看到的Learning Library Video 其实只不过是教育性质 而且只不过是一部分我们整个视频 所以如果你想看我们技术分析的教育视频 你最好是看完整个视频 那请大家留意我们网站的新的视频 加入了 首先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视频 是做教育用途的 请大家不要用我的分析来做投资决定 如果你真的要做投资的话 请你和你的投资顾问咨询 那这个市场就升到很急 大家看到在上个星期五 就美国的Unemployment Rate公布的时候 的浪费费率 就是增加了2.5个job 令到股市跳空急升 其实这个股市由低位到上面 现在已经有5个跳空的情形出现 跳空这些情形 都是半夜消息好 令到第二天开始股市跳空 那大家要知道 就现在这个市场 是已经是有少少是疯狂的了 那那个S&P500 已经是去超过了 回吐了78.6%的retracement 那如果在熊市来说 retrade 78.6%以上的机会 就很少的 因为如果是seller要出现 去控制股市的话 就他们一定就不会 让市场去超过78.6%的 那现在来说 S&P500是面对最高 最大的gap 这个空间位跳空的时候 就在2月的时候急跌 是由3350一跌 跌到3250 那这个空间位 S&P500就很快就会测试的了 他一旦fuel了这个gap的话 即是基本上很肯定 就是S&P500呢 他就会继续冲上去 而那个联储局的印银子 救市呢 是可以说是成功的 那我们做技术分析的人 并不是说要跟市场斗 但是如果市场真的要升上去的 那大家要知道 你的部署是怎样的 但是同时间 如果你在市场上 里面买东西 你都要小心的 因为你要知道市场上 到底是什么人 是主导这个市场 那变成了你买东西 要很有选择性 这个市场是一个超重的市场 那变成了你买东西 不可以是跟大为买的 因为如果你跟大为买的话 那些东西可能是超级的 是超级的 还有被人炒到是 就是跟那个真正公司盈利 是脱截得很厉害的 那所以各位是要很小心 未来的发展 那所以我们公司 会有不同的投资方法 是介绍大家 怎样去应对这个市场的 那 譬如说今天的市场来说 S&P500 升成38点的 但是呢 你看一看 这个VIX 就是波动指数 是居然是升的 而且又升了5% 那在历史上 如果S&P500又升得那么厉害 而VIX又升得那么厉害的话 那很肯定 短期就有些东西不妥了 就是说短期里面 VIX的movement 是不agree S&P500今天这么涉风的 那所以呢 VIX的大升 亦都是VIX 是碰了这个200天平均线 Test了之后呢 在上星期五 那今天VIX 是上回去了 那所以VIX 可能在这个200天平均线位 是会有反弹 那所以股市在短期内 回落呢 那机会是很大 但是这个股市回落 是不是代表你要shock它呢 就不是代表你要shock它 因为呢 这个市场是有太多的资金 在里面充斥着 是联储局的资金 那所以大家要 如果你是迟了入市 或者你没有入市的话呢 你就要留意 在未来这个市场 回吐的时候呢 你进回市了 那 在现在来说呢 这个fear和greed的指数 就是说贪婪和害怕指数呢 是已经去到67的了 虽然说未去到极端的位 就是说接近90的位 但是都代表市场的情绪 是完全改变了的 我们不可以基于单单这个指数 说这个市场很快见顶 但是呢 这个指数告诉你 市场的人开始是越来越贪婪了 那第二个 我们一直看的就是这个CBOE的 put call ratio 就是说市场上有多少人在买 call option 就期望是用小博大 用小小的钱买call option 去博市场大升 现在基本上呢 这个呢 又告诉我们 call option已经开始去到超买的了 OK 就是基本上没有人买put option 大家都是一个方向呢 看好的市场是一定会大升的 那我相信呢 一般的人都会觉得市场是必定会向上升的了 所以呢 就变成了它在短期内呢 就拼命买call option 那 从一个相反的眼光来看 大家就要小心了 就是说呢 你短期里面呢 有回吐的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呢 市场是单一个方向是看股市 那我们要知道呢 这些位呢 是完全代表你暂时避免入市 你一定要等市场调整回头 你才可以再进市 那这个超买call option的情形呢 这个是一个warning signal 那在期货市场呢 s&p500的open interest呢 是在减减的 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现场 就是说短期内呢 s&p500的buyer是越来越少 那就算股市升得这么急 之前由61.8% retracement 升到去3100点 这些呢 基本上是叫做short covering的反弹 就是说那些卖空那些呢 就立刻cover了 那所以造成股市升得这么急 OK 那第二方面呢 我们知道就是在 这个commitment of trader report里面呢 这一些大的trader 例如是commercial trader也好 或者是large的institution trader也好 他暂时都是未long的市场 他们呢 暂时来说呢 他们都是negative的 就是他们是卖空 而那些small speculator呢 是在炒这个市 就是把市炒高的 那在这个情形里面 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呢 如果一个市场是 真是我们叫做bottom 就是在3月的bottom 正常是希望这些大的 最少来说large fund或者large trader呢 他们是入市 是long的s&p500 就不是这班小的speculator呢 是long市场的 那就是说呢 市场上的buyer呢 不是真的这么commit的 那这些人呢 可以说今天是long 可能明天就short的了 那所以在对于long term 投资者来说呢 大家要考虑 你是不是真的要跟着市场去入市 因为大户都不敢入市 而市场里面是small trader 是dominate整个市场的活动 那对于投机者来说 你可以考虑去入市场 但是对于你是buy and hold的人呢 投资者呢 可能这一个不是一个 入市的机会来的 接着我们要看呢 就是那个MAAIM指数的数据了 MAAIM呢就是说市场上有 百分之几多的钱是投资了在市场里面 而这个呢 是那些investment advisor的account里面的钱 或者是那些mutual fund的钱 或者是一些pension fund的钱 就是这些通常都是一些retail 我们叫retail投资者 他们的mutual fund 或者是investment advisor 他们客户的钱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其实基本上现在已经去到80% 甚至90%呢 是已经是买了东西的了 那这样的高 就是我们叫做high level的入市情形来说 在过去一般是 我们是以相反的形式是做投资的 就是说他们买了那么多的话 你的市场再谷上去的机会就不大了 那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就是这些位置呢 不是买的时候 应该是profit taking的时候 或者就是你等profit taking之后呢 有个调整呢 我们才再考虑是入市的 而最后呢 跟大家讲一讲黄金的情形了 那黄金呢 在最近呢就开始pull back 现在呢 由上个星期呢 产生了一个bearish ongolfing的candle 之后呢 黄金和silver呢 两个呢 都将再上个星期所有的升幅 是white out 就是跌了 那样的 其实一直我都讲了 黄金里面是RSI divergence的关系呢 而叫大家是避免在这段时间买黄金的 但是在6月呢 在seasonal来讲 6月呢 是黄金最弱的月份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在6月中或者6月尾呢 是入市场买黄金的 而他买的范围呢 应该就是他接近 差不多是200天平均线 所有的那些位置 那上个星期和大家讲过 我们公司AI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pic 那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呢 我们的 这些stoppick呢 其实是generate相当之高回报的 在差不多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呢 我们有很多的position 已经是超过了30%的return 而大部分10个position里面呢 9个是generate positive return 一般的average return呢 是在十几%以上的 那所以我们AI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呢 是可以广泛应用在我们 premium客户的户口 那如果你是有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pic 有兴趣的 可以来我们的网站是看一下的 OK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